總統府今天公布了司法院正副院長 以及大法官被提名人 由副總統蕭美琴親自主持 總統賴清德也依據憲法徵修條文的規定 提名包含了正副院長在內的七位大法官人選 將要諮詢立法院同意之後來進行任命 府方也對外來公布大法官被提名人 忙等你來聽 在國家永續發展的前進道路 大法官發揮引領人權法治進步價值的重要樞紐 並且要與時俱進 要與世界思潮並肩而行 因此總統這次提名有四項核心價值 要充實大法官組成的專業性 進步性 國際化 並兼顧理論與實務 由於目前現任大法官夠15人 當中包括了司法院長許宗麗 以及司法院副院長三森林黃昭源等人 任期都在今年的10月31號就會屆滿 因此府方也公布了名單 司法院大法官同時是院長被提名人 是台大法律學院特聘教授張文禎 副院長部分就是財團法人國會觀察基金會董事長 給我立民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